在这边有一份礼物和心意 要送给国立老师 两只玫瑰花 我敢搜啊 国立老师 国立老师 此心动啊 心动啊 是不是很多年 没有收到过男人送的玫瑰花了 不是很多年 这边也没收到过男人送的玫瑰花 两只玫瑰花不是我送给您的 而是代表节目组 代表所有的单身男女青年 送给我们国立月老张国立老师 希望您接到这个玫瑰花之后 能够牵扯红线 好吧 我的 哎呀 我希望我呀 我们中国新乡心 是分男生家庭版和女生家庭版的 今天应该是男生家庭版吧 五块大屏幕后面 就是我们的屋子家庭 家长们已经完全做好了准备 所以可以听到出场嘉宾 与国立老师的所有互动 接下来啊 咱们就请我们的程蕾老师 去第三现场 我们的第一位女嘉宾 马上就要上场了 甜蜜之门后边的五位家庭 你们做好了准备了吗 加油 上哪儿了 好 好 好 来了 手 爸爸加油 爸爸加油 今天我们要上场的第一位女嘉宾 大家听好了 她是来自山东的虎妞 哇 哇 掌声有请郭嫣 郭嫣 郭嫣 她之前都喜欢 欢迎来到中国新乡心 今天选择这业 我的选择 今天有请下一位嘉宾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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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可以可以 这个腿好长啊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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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喜欢这个话 好甜啊 这腿好像阳影啊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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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东西 现场的小红娘国立老师 你们好 我叫郭嫣 我今年22岁来自山东危害 我老家 我老家德州 我家在山东有房 那我目前的职业 是一位培训老师 我属虎 我的性格也非常虎 跟我同年吗 86年吗 都是虎 22岁98年的 你真好比他大12岁 男人最好的年龄33 我说起话来 这个嘴就一直巴巴巴说不停 所以你拥有了我就拥有了 德云社 谢谢 谁说德云不是谁强的 哎呀 哎呀 这有我郭金凌了是不是 还有感觉那个 德云社是伞 长得很漂亮吧 哎呀你看这俩大酒窝 我刚才看半天 我说这俩酒窝得装多少酒啊 是不是 好笑起来 酒窝你看酒窝没有 那小酒窝好性感啊 小酒窝我也有 好笑起来 来来跟我说说平时怎么个糊法 嗯就是像家里钥匙会经常插在门上一宿 一个月应该有七八次左右 哇这有点太糊了啊 他需要一个比较有包容心的男朋友 也比较外放的或者细腻的男孩子 我就是的 我就是的 没有啊我家用了电子锁 他就不用担心这个问题了 数密码就可以了 不用加锁 这么能说会到的山东虎牛郭燕 爸妈们喜欢吗 喜欢 喜欢啊 好你们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 好了 小姨选她选她肯定是我爸 我爸妈 对我妈也喜欢 好甜蜜之门幸福开启 3 2 1 10号我爸妈 3号 爸爸加油 我爸妈 4号4号 1号 4号 3号 5号 1号 我妈跟小姨走好快啊 你妈练过了吗 承让 承让 大家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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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都老乡我有来咯 好 我是刘苏然的妈妈女嘉宾 你好 你好阿姨 刚才我在后面我就听着 说这个女嘉宾特别漂亮 有小酒窝 我啪第一个拍了 阿姨您真实在我喜欢 我儿子她27岁 身高1米8 他大学期间呢 学习成绩非常优异 被学校派往美国德州农工大学 留学一年 哇 回来以后呢 在成都一家 非常知名的国企里面 担任高级行政主管 很稳定的工作 哇 公务员 啊 对 工作之余她喜欢旅游 三年的时间 她游历了17个国家 哎呀 是吗 哇塞我喜欢 太能够了 她是不是会在旅游的时候 会做一些攻略吗 非常 完全不用操心 我喜欢 有我关心 关心 攻略叫什么 我也会 我是行走的旅游攻略 我走过297个国内 那我跟你讲 我把世界地图背下来了 我脑子有地图啊 厉害 厉害 不错 不错 这次呢 我把我们家年龄最高的 我的妹妹曹怡带来了 哇塞真的是 两位长得很像 真的 哇哦 小怡好年轻的 我跟你说 我小怡年轻的时候 超多男生追她 真的呀 哇 女嘉宾 葛丽老师好 嗯 我呢也是一个曹怡 大家都知道 我姐姐呢有个服装店 嗯 我呢有个服装公司 如果今天女嘉宾 和我们家刘盛然牵手了的话 不光女嘉宾的衣服 我包了 女嘉宾家里的衣服 我也全包了 好吗 哎呦 我喜欢 谢谢小怡 好给力啊 我小怡 要公司也给她吗 都给 都给 女嘉宾我 儿子 他在他们公司里面 大家好 人称公司第一帅 叔叔 你这个 是实际是吧 什么实际啊 一米八 是实际的第一帅吗 公司 公司第一帅 差不多公认的 公认 那你们公司那个 颜值有点担意吧 有公司 我们要恭喜一号家庭 率先抢占了新动位 获得了跟女嘉宾 你首先来交流的机会 现在呢 让我们有请 另外四组家庭 请你们出场吧 来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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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爸 我爸说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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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阿姨们好 好嘞 2号 梁伟源 国立老师好 您是我们的男神 光是我的男神 是我们庄老妇女的男神 我们是您忠实的粉丝 我爸是想把国立老师牵走我呢 那孩子他爸在你身边呢 你不用太激动了 到时候他不高兴 国立老师 你爸爸上赞了 我媳妇 我喜欢你上过喜欢我媳妇 我喜欢你上过喜欢我媳妇 哎呀 我高兴的 我们孩子就喜欢酒窝 哎呀 你好久 羞涩了 都看上这点 小酒我尝尽吗 你认得不更重要 我每天睡不着 想念你的微笑 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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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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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儿子呢 一米发三 今天二十五岁 现在是一名传媒公司的法人 她是从一个英国的企业辞职 人家六显一间特别好的一个企业 我说呀 要是我说啥 我都不辞职 辞掉了以后自己就做项目 商业APP 还做那个沉浸式的餐厅 哎呀 我喜欢 太聪明了 你妈 发挥很优秀 我们夏天呢 要到威海避暑 我们的家乡 威海确实是避暑的很好的地方 我家在山东有房 距离不是问题 距离不是问题 现在社会交通很发达 我们白个儿再介绍一下 哎 王头墙 来 王头墙来了 王头墙 太散了吧 这次来的时候呢 我 我说什么 你说的时候都完了呀 我是来自四川成都 我的儿子的今年33岁 一米八三 他现在在山东自主创业 今天我做了我们四川 露猪手 露鸭掌 还有露鸡腿 露鸡脚 露鸡腿 露鸡老师 我饿了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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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带一下 给他个刺刘 给你刺刘 这是余嘉宾刺呢 完了 太有心情了 太有心情了 哎呀 只能让你围一下 她意思就是说 他们家自己做的 好香 你喜欢 你喜欢 我先放在这 因为这上的放不了了 好 行 行 行 节目组 我现在把这话说到这儿 这一盒东西 除了我和她牵手成功的 女嘉宾能吃以外 谁也不许动啊 谁也不许动啊 那我为了这盒鸭脖 我也得跟男嘉宾走 为这鸭脖成了 哇 这太好了 四川人就是会做菜 我饿了 我这个孩子呢 上次我说的有三高 现在她是高 加了一高 第一高 她的颜齿非常高 哎呀 你瞧瞧 第二高 血压高 哈哈哈哈 血压高 她的个子非常高 嘿 第三高 血脂也高 好了好了好了 洗了洗了洗了 她的人气非常高 第四高 她的情商非常高 哇 谁不许动啊 真的好像是没有 你看 好棒 情商确实蛮高的 来 我们四号 四号家庭 三号四号 你好 你好 我们来自东北沈阳 嗯 介绍介绍 好的 今天呢 带来我们的儿子曲红鹏 身高一米八二 今年二十四岁 她的职业是某某咖啡的创始人 哎呀 那很厉害哦 他跟章鱼哥 罗志祥 长得特别像 想真的一个 他真是有点像 有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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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远远望去是一模一样 我又想象到那个画面了 我才是成都黄晓明 我爱你 新抗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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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儿子拔向全能 红棍 长鞭 双截棍 真的啊 我喜欢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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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命安全 现在我们需要 好 好 男人就应该阳刚一些 那我再来看你输出 以前的健美的 有保护感 你看看这垫子 看他 哎呀 噢 不 垫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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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垫子 怎么他是最接受的一个 是你这好玩 浪S S的胸肌特别高 来 5号 陈继妍的家庭 这也是一个老朋友 大家好 华丽老师好 姨姨好 哈喽叔叔叔阿姨 你们好 这是一个非常浪漫的家庭 我是陈建仁的爸爸 是一名房地厂开发商 我是陈建仁的妈妈 是一名酒店的老板 我们的家庭 有一个标签 叫 祖传的浪漫 为了爱情 我曾经带着我老婆失奔过 唱业的苦 首页的苦 救命之恩好老婆 此时其此隐 带来了一首歌 有缘千里来相会 哦 这回又有歌了 三次吹口气 你这回又唱歌 有妈妈更放心 好 来 听听 这爸爸真是够听的 有缘千里来相会 无缘对面手浪漫 你看这两个画画嘛 都有一个 白天秀的通全都 白天秀的通真面 结似千雅雅雅雅雅雅 女嘉宾 你现在就在我眼前 哎哟 好跳好 哎哟 我喜欢 好 刚才四位家庭说了 我等得很 很着急 我看这个女孩我很喜欢 我怕她激动了 就是我们家陈建湖 我们很喜欢她的那种类型 有小酒 我们眼睛很迷人 身材很好 皮肤很白 手发一点别太激动了 你看这 她爸着急了 看她妈妈的脸型 跟你还有点像 对 对 就是我们两个像补补鱼 我正好喜欢那种 可以跟我畜生姐妹的婆婆 我们打电话一起约好 去做美甲 对了 做对了 一起去逛街 买衣服 买包包 好 好 好 我喜欢这样的婆婆 我可以每天陪着你逛街 买衣服 做点 做身体 我喜欢 一号的家庭 李嘉宾 你刚刚说你喜欢美甲 阿姨的指甲是我自己做的 很漂亮 这样我可以给你做指甲 没有 我的妈呀 对 我妈妈喜欢这样的 她完全没问题我给你 妈妈就是这样子的 真的 李嘉宾 方浩 我儿子他现在也在山东 他也是培训老师 是吗 来雨天在那儿 山东 从济南 济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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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年十年了 他在济南那边是有买房子吗 安家了吗 现在没买房子 就等着人了 就等着人了 对对对 就是说我们谈恋爱的话 他可以在济南那边直接买房子 安家 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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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的 谢谢叔叔 我知道了 这个虎妞是挺虎的 把这事都安排得比较清晰 吃的问题 住的问题得解决了 穿的问题得解决了 是吧 还要跟婆婆的事也得弄好了 好了 我们赶紧来通过VCR 来了解一下 请看大屏幕 我的生活中 总会发生许多琐事 可能这是我今年 第三次找不到自行车 第二次忘记带钥匙 我记性很好 可以互补 我叫郭烟 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山东危海人 前22年的人生 都在横冲直撞中度过 别看我年纪小 工作经验却不少 每天我都风风火火地 穿梭在文灯的大街小巷 学校 自家的饮食店 还有商场的开幕活动 我的审美有些奇怪 对小鲜肉从不感冒 苏鸿雷在我心中 才是颜值担当 因为帅的男人不靠谱 他喜欢大叔 他喜欢有内在的人 所以努力吧少女 你看那片星辰大海 那个和我牵手一起创造奇迹的人 快点出现吧 快点出现吧 已经出现了 嗯 可以很啊 很直率 宇嘉宾 很有 宇嘉宾 哎呦 爸爸爸爸已经忍不住了 行 我不说了 来 交给你 我儿子就是一个很男的男人 很男人 到底有多男 都表达的 他喜欢健身 他是国家的三级运动员 他能够给人带来一种很安全感 对 我要择偶的标准 首先是要大气一点 男人就应该阳刚一些 是的 嗯 对 这个价值观我觉得蛮不错的 是的 我对S就是这样 我儿子绝对阳刚 阳光 大气 来 字号 嘉宾哪 美女啊 姑娘 你好爱 阿姨 只要你来到我们身边 我们会像姑娘一样的疼爱你 你的用的一切的一切随你挑 随你买 我们不会有界限的 只要你美丽 只要你能花钱 我们需要这样的儿媳 哎呀 完了 我妈最后发挥了 发挥很优秀 那阿姨我想问您一个问题 好吧 就是你们家的这个 吃饭的一个口味 是重还是淡 你要来的话 随着你啊 哎呀 妈呀 哎呀 我的妈呀 哎呀 我的妈呀 其实我中口大口都行 太聪明了 你妈 哎呀 我是一个非常喜欢下厨房的女生 我的家里厨房全是锅碗条盆 太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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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这一点特别像我 我也爱下厨 我也是个美食家 我做的东北的酸菜炖粉条 老好吃了 老香了 老香了 你看这爸妈 太喜欢了 好美眼儿 老爸我跟你说 来我们家吧 来我们家吧 960万平方公里 唯他最美 哎呀 人家说我是万里挑一嘛 对对对 千万 千万里挑一 这是我来主持这个 中国新相亲以来 女嘉宾上场最热烈的一次 我还没说完 我很想说了 我想说了 还会有机会 还会有机会 是 是 聊了这么多了 现在我们要看看 男生家庭的第二次表态了 估计我爸会往前 肯定是我爸 你们小船的按钮 3 2 1 哇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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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谢谢 谢谢各位师傅阿姨 谢谢 都来了 我饿了 我这个都喜欢 看来这个大家 谁都没有放弃 接下来 欢迎彭蕾老师 你好 你好 姐姐来了 姐姐了 姐姐妈 彭蕾是她妈 彭蕾老师好 你好 你好 你是姐姐还是妈呀 我是妈妈 长得像姐姐一样 她的 吵妈 她吵妈 然后我说了 哎呀 您彭蕾是不是 从小这么漂亮啊 他们说不是 15岁以前可丑了 你真好说实 哎呀 那像你女儿皮肤多好 她说就是脸白 哎 身上 还是黑 哎呀 我就知道你不会这么说 你们家的机密 这不能说 对对对 挺好 都挺好 我说妈妈你女儿这么漂亮 这么能干 有什么要求啊 她说男孩子人要高 你说人高这个就不用说了吧 我说这在哪儿比较合适呢 就在山东附近活动就行了 山东那儿有一个 山东的 山东的 太好看了 没问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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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倒起来 搞起来 巧话 笑 我们儿子就山东 哈哈 我们能到山东去 你下面想在哪里安家 我们就把家安到哪里 我可以在你们那边去买房子 买到你们里头 像相亲像吵架的你们知道吗 哈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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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喜欢这个气氛 喜欢这个气氛 今天我终于盼来了这个气氛 中国新吵架 有爸妈吵架更放心 妈妈吵架更放心 妈妈吵架更放心 郭妈妈告诉我 她三年来没有坐过一次飞机 为什么呢 三年前妈妈做了一次开颅手术 所以说医生说坐飞机 有可能会有一些危险 但是妈妈实在觉得要支持女儿 为了支持女儿 为了找到一个好的小伙子 坚持到现场 那妈妈为了女儿也是拼了呀 对 你会发现啊 就是父母她对自己儿女的爱 真的是愿意付出自己所有的一切 今天要给妈妈点赞 妈妈为了女儿的爱情 付出了这么大的牺牲 爸爸还着急 有有有有 看到没有 谢谢 先做从校园工作 你的心比我高 是啊 这真的要给妈妈点赞 我爱最伟大呀 我说一句 我说一句 亲家母 亲家母 余嘉宾 我说一句 我的孩子 他的颜值是潇草极的 你说这后边的都可以 但是你喊亲家母 这喊早了 如果说余嘉宾愿到我家里来 我们家的所有的产业会足够支持她 有下辈子有一个很幸福的生活 下辈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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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老下辈子 他激动了 我怕他激动了 太吓人了 因为我是一名房地产开发商 对 如果说你们希望我儿子到你们山东去 可以 没问题 咱们在山东买快递盖房子 是这样的 叔叔 我是不要做家庭主妇的 即使是我嫁给你们儿子之后 我也要坚持着我自己的事业 你不能说你在家里只能洗衣做饭 那不可能 不不不不不不 好 她是那种事业型的女人 你知道吗 不用做家庭主妇 葛丽老师 我有个小要求 我想和余嘉宾拥抱一下 可以吧 我好 我喜欢她 我妈真的好喜欢她 这个要求有点不合理 那不可以 我倒不是说怕你拥抱 你要拥抱完以后 像光头江这样的爸爸说 我也想拥抱一下 可怎么整个这个 可怎么整个 可这 最后你们都拥抱完了以后 对吧 程丽老师说 我又要拥抱一下行不行 非常非常的热烈今天 接下来呢 到了女嘉宾 来进行她的第一次选择 五进三的关键时刻 意味着 由两组家庭的爱情小团 要退回原位 妈妈你帮我选一组 然后我选一组 好吗 那我过去告诉她 可以 他们母子俩关系感觉挺好的 你现在来选择两个团队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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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 我没有被打下去 我没有被打下去 太遗憾了 不要说遗憾 你们的孩子 现在还坐在这个玻璃房里头呢 她们还有一次机会 叫抢亲 接下来我们女嘉宾 可以继续深入了解 场上留下的三组家庭 让我们看一下 这三组家庭的私密的情报 我看看赖宇 一路向南 我看一下是怎么个南 在美的风景 都不急回家的这段路 宇哥声音好有磁性 你把声音展现出来了 小心机 可以 一辆车 1590公里 从 济南 开回 家 这一路上的感觉 心情是非常的 开心 也非常的激动 想着能回家 想着能看到 自己的爸妈 想着能陪她们出去 一里游 我刚刚有一些感动的流眼泪 好感性她都哭了 感动了吗 我也感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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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感到很欣慰 挺孝顺的一个孩子 对 因为她这一点是跟我很像的 就是我不管走到哪里 只要我回微海回闻能看到妈妈 然后我就心里安心 这一点还跟我们还像比较顾家的 来 我们继续来看 浩家庭 陈继妍 选择一个 颜哥带你飞 颜哥带你飞 这为什么要选这个玩游戏呢 这为什么要选这个玩游戏呢 来 余嘉宾 你好 我们家里平时是一个很和睦的家庭 很温暖的家庭 我很喜欢我的老婆 我很爱她 我儿子他也遗传了我爱情的基因 我这是那衣服都是我儿子帮我挑的 都是帮他们帮我买的 对 我的衣服好吧 很大方 对 妈妈好是孝顺 余嘉宾 我们儿子真的非常漂亮 真的像一批汗血包 你把他拉出来6亿吗 拉出来6亿吗 拉出来6亿吗 你把他拉出来8亿吗 真贵 真贵 真的 你把他拉出来看一下 真是个无家之宝 拉出来 我喜欢霸道总裁类型的 对 对 你说对 你全部说正确了 他就是霸道总裁 你把他拉出来看一下 肯定有了这种爱不死守的感觉 爱不死守的感觉 真的 爱不死守的感觉 我爸太跟了 我儿子超帅 真的超帅 我还真不喜欢帅的 帅的没安全感 完了 你这句话 把你儿子给断送了 我喜欢松轰雷那型的 你都没听他 他说他喜欢松轰雷啊 赖雨宝马 他说 我儿子不是汗血宝马 就是普通的一匹马 是汗血宝马 但是他确实长得 跟松轰雷那张脸一样的 汗血宝马 对 汗血宝马 红雷告诉我 躺着躺先啊 今儿太热闹了啊 那接下来就看我们这个小红娘 将你们手中的红线 牵向何处 来 开始 穗神一号 一号 三号 三号 五号 五号 米欣一号 一号 五号 你看五号 都是五号 三号 一号 一号 加油 一号 三号 三号 五号 五号 三号 三号 三十八 中两票 哇 谢谢你们的达奇贝勒 好嘞 他们是综合了你所有的一些想法之后 给你提出来他们的一个参考指数 但是 这只是一个参考 只是参考 对 这只是一个参考 比利品本 你得明白 还不合四 你俩 他死不喜欢才是最重要的 他绝对喜欢 接下来就是 今年我们全新改版的 这么一个环节了 处在心动位置的三位男生 即将站到玻璃窗后 让你看到他们身材的剪影 来吧 男孩子们 好 一号 一号 刘松仁 赖宇 季妍 来吧 这三个人你可以选 选择不同的部位 来 我看看腿吧 哪一个看腿 看看 赖宇 对 宗然 来 陈吉妍你想看什么 看鞋子 5号 陈吉妍看鞋子 白色的 来 你可以往那边走 妹妹你听我说呀 哥哥我是尽的爱你 只盼望能和你在一起 别再往前走了 再往前走你也进去了 非但姑娘想看脸 妈妈一看到 这模样都看不着 咋选呢 我妈都着急看 我告诉你 我们改版钱 连这个都看不着 对 是 那可是 对吧 好了 姑娘 你要在这个手机上 选一个你心仪的号码 此外心里会选谁 觉得可能是你吧 就年龄她喜欢成熟一点 选择一个吧 你最心仪的 对 就这个 我们暂时不公布啊 女儿会选谁 应该是穿白色鞋嘛 现在我们要给你一个 比较难的一个选择了 在三个里面 我们只能留两组 你要退下去一组 余嘉宾 余嘉宾 一次正确的选择 大于100倍的努力 我儿子就是你心中的 白马王子 余嘉宾 我只想让你凭着自己的感觉 遵从你自己的内心 好不好 他很纠结 余嘉宾 我尊重你的选择 但你牵住了我儿子 你就牵住你永远的幸福 哇 这光头墙好会说话啊 厉害啊 哇 你又赢了 你又赢了一局 来了致命一击 我感觉赖以爸爸是半血宝马 来 你的选择是 大家帮他倒数三秒 三 二 一 五号家庭 对不起 说一个理由 是因为我看了VCR 她带着朋友一块打游戏 其实我是不太喜欢去陈明游戏游戏的 好的 不好意思 叔叔阿姨 可以抢亲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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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着急 因为你的儿子 还可以有抢亲的机会 继续努力 嗯 抢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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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我们有请两位男嘉宾 到我们大屏幕后边等待 波音 你只能选择其中的一位 与他相见 你可以在听到他的表白之后 再做出你最后的选择 波音 你选择先听谁的表白 你的选择是 我要先听 抢亲战 我要先听刘松燃的表白 我吗 我们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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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先请问女嘉宾一个问题 这儿演播室附近有飞机场吗 演播室我也不太清楚 我想说的是我一看到你 就开心地飞了起来 土味情话 而且有点晕迹感觉 晕迹 有点晕迹 有点发昏了你 其实有点紧张 我想缓和一下现场的气氛 主要也是因为我一看到你上场 就觉得你笑起来特别好看 所以还想再看你笑一次 刚刚有看你的VCR 我觉得是一个典型的东北的女孩 挺直爽的 我觉得两个性格直来直往的人 是很好能交流在一起的 同时我也有就是成都男生的温柔的一面 比如我们俩相处 万一有发生一些争执 或者一些分歧的时候 我是能做出退让 做出让步的那种男生 还有你讲到就是平时会丢三纳四的 钥匙忘了拿 我觉得这个问题非常简单啊 以后我们的家里就按密码锁 按电子锁 这样就没有这个问题发生了 其实我向往的生活是很简单的 我喜欢一屋两人三餐四季 所以你愿意和我一起 共度这样的生活吗 我会纯枕你 我会纵容你 男嘉宾你好 谁要欺负你 我就站住保护你 其实当你说这些话的时候 一生相守不清 就在意 我心里就已经有答案了 等一等 女嘉宾别忘了 大屏幕后面还有一个人呢 孩子们 现在是一个抢亲的环节 当然 抢亲可能为你带来爱情 但是也可能为你带来的一个危险 就是说如果你抢亲不成功的话 我们中国新相亲这一季 不会再看见你了 当然 如果你愿意为了爱情勇往直前 月老我支持你 所以现在给你们五秒钟思考时间 是否有人站出来抢亲 五秒倒计时开始 五 四 三 二 一 老兄 兄弟 有人抢了啊 我估计啊是陈继炎 我也觉得是 爸爸说爆灯一会儿 对 这一回就背着我暴灯了 他爸走着喊一声暴灯 对啊 而且喊得很响 感觉就情绪已经上头了 对对对 很勇敢啊 不过你也不要着急 抢亲也不一定能改变 最后的那个宿命 对 我尊重女嘉宾的选择 谢谢 女嘉宾 我们必须再提醒你一次 抢亲有风险 一旦拒绝她 她这一季就不能再参加 我们的中国新乡亲 但是如果你一旦不拒绝她 你就必须放弃一号刘松然 跟她牵手配对成功 好 那让我们的抢亲的男嘉宾出场吧 白色的鞋子很 哦 白色的裤子 蓝色的牛仔裤 再不用再挂 I'm so you It's all because of you I'm s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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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ou Because of you 其实 我知道你喜欢 喜欢会做饭的男生 然后能够给你安全感的男生 有时间陪伴你的男生 然后喜欢 就是你喜欢有笑心的男生 我的梦想就是 我是能够管理我家里人的健康管理 我经常会督促我妈妈说 我爸好懒 真的你要赶紧 带我爸去医院里面做检查 去把身体健康管理好 我家人要健康幸福的生活 然后第二点是我要身材管理 我因为身材管理 所以我学会了做烹饪 各种烹饪的方法我都会 像炒菜烧烤烤烤 你不要拥抱身材的默契 想让我爱你 让你有奇迹 在旷野的心 喜欢的身材有你我愿意 像烤箱里面的烤肉 重任的还有火锅 各种你喜欢的我都会做 然后你喜欢的旅行 还有你喜欢有时间陪伴 喜欢有小惊喜都OK 我是一个懂得那么的男生 我会弹吉他 我会跳舞 然后我还会 都会 我会好多 有些不方便说 好紧张 我想要请你跳一支华尔兹教育舞 我可以简单地这里跳两下 不需要你有基础 很简单 你就跟着我的步伐 跟着我的脚步走就可以了 可以吗 好 你先搭在我的肩膀上 好 扶着手 扶着手 加油 加油 电话我进 你的腿 好 手撑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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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开 对 好 我的腿前进 女后腿 动 打 打 动 打 旋转啊 哎呀 这会来事 女孩跟她跳得更更长 好 打 打 打 陆云喜哥呀 怎么还这样的呢 真表白成功了 好 两次被抢 两次 哎呦 这可以老师 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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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呦 哎呦 拉姨爸爸 这你儿子汗血包嘛 这家伙是匹野马呀 还没到最后四刻了吗 最好的在后面 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 好 女嘉宾开始表态了 宋燃还是有机会啊 而且我家里还经常 会有家庭的聚餐 我和我爸爸妈妈一块做饭 我们一家人都会做饭 一家人都属狗 然后关系也都特别的好 我的生活很丰富精彩 我觉得最好的告白 就是长久的陪伴 我愿意我们今后的生活 能这样平淡 温暖 幸福 这样一直陪伴你走下去 没有什么事能改变我对你的爱 太感人了 太感人了 这是一个托付自己后半生的选择 而且两个人性格截然不同 截然不同 来吧 不管怎么样 我们也不能让他们这么干耗着 那后面还有赖鱼 还等着后面呢 我会不会成为 史上最尴尬的男嘉宾 她的选择已经感觉有了 就没有赖鱼的事了 没我的事吗 女嘉宾 来 做出你的选择吧 我其实已经有答案了 嗯 祝福他们吧 不论结果怎样 还要再提醒你嘉宾 如果您拒绝了5号 陈继妍 她在本期节目当中 就不可能再出现了 好 陈继妍 其实 你一出来的时候 为什么说我会激动到哭 因为我就是 这么久了 我从来没有一个男孩子 穿着这样的打扮在我面前 因为我内心中 我想要的男孩子的穿着 就是你这样子的 十分阳光 我非常喜欢 带色彩的衣服 我不喜欢 黑色的东西 我的世界一定要是明亮的 让故事又然后 陪我到以后 就这样不放手 对你爱是真的 那么好 但是 我不要但是 但是 当你 过来 就是抱着我 跳一支舞的时候 其实那个心里我是抗拒的 我会非常没有安全感 因为我本来就是一个 缺乏安全感的人 我会 误认为 你在外面 是不是 也会这样随便地去 抱着一个女生 这样子 陈继妍 对不起 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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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建盎 你这么好的一小伙子 我说实话 你离开我们这 中国新乡亲的舞台 我还挺心疼的 对 但是没有问题 因为你的那一位 可能他和他的缘分 不在这个舞台上 我觉得这一两次来 中国新乡亲 我爸爸妈妈确实很辛苦 为我也超了很多心 然后欣赏了女嘉宾 你的小酒窝 我也有 很喜欢你的笑容 和你生活的态度 很喜欢你的性格 我觉得爆灯 是一件特别爷们儿的事情 我不后悔 谢谢 谢谢你有这篇勇气 只能说我们的缘分还没到 我的缘分 可能还在别的地方 我会继续寻找 祝福你 一定会的 你一定会幸福的 谢谢 爱说无所谓 好 季言再见 俩兄弟关系马上瞬间好了 瞬间弥合了 我喜欢你这句话 爆灯是很爷们儿的一件事儿 爆灯是很爷们儿的一件事儿 去吧 我喜欢你这句话 爆灯是很爷们儿的一件事儿 去吧 好 啊 我喜欢你 错觉 守秀 森燃 你还有什么要说吗 激动了 你的选择是 一号男嘉宾 对不起 不好意思 其实我挺欣赏女嘉宾的 她非常有自己的组建 然后可能觉得 不是特别的合适吧 但我也祝福她 谢谢 我也同样的祝福你 谢谢 谢谢 可以拥抱一下吗 好 好 这位女孩 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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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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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就是她必须选择3号 她已经选择3号了 哎呀 汗血包嘛 汗血包嘛 真的 谢谢 我相信我的直觉 我直觉非常准的 她把最后她的那一份爱 交给了我们大屏幕后面的赖语的家庭 她选的是3号吧 是 是 是 哎 现在不许问 不许问 好 我一会儿再选择 国立老师都急了是吧 我都急 我没看到啊 我没有遇上过这种情况 我们是第一次这样子 对 导演 他们也没遇上过 来 最激动人心的时候到了 我好期待赖语的样子 让我们掌声请出 那个赖语她爸爸光头强说的那个霸道主才吧 赖语摩马 赖语摩马霸道理财 哎呀 哎呀 才就是她你别说 啊 哈哈哈哈 来 来啦 哎呀真是霸道总裁的 真的是 哎呀他妈说哎呀真是个霸道总裁呀 哎呀 本来她出来肯定都是这样 一听说霸道总裁我立刻跳 对 哎呀 对对对对 听说这么出来的 我让你厉害啊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嗯 我其实很失落啊 当说被强劲的那个片段以后 我内心我就量了半截 我以为没机会再上来见你了 然后后来我一直在后面关注 着急 然后等到最后的 你突然一讲了之后 我我内心 我当时已经有一点站不住了 我就感觉 哪个点吸引了我 你看我视频的时候 我觉得你当时已经眼眶都湿润了 我觉得你内心是一个非常柔弱的女孩 然后我呢 这么多年呢 我遇到任何的事情 我都是一个人在扛 而且全部都是扛过来的 和我一样 所以说我今天面对你 可能我现在有点语无伦次 想做你的太阳 你的太阳 如果我们俩在一起 我会陪你去经历很多事情 我特别感谢我的父母 真的我的父母为我 对 就来这里费了很多的心血 因为第一天晚上没有睡觉 包括昨天晚上我爸也没有睡好 要生趴上来 讲做什么 但是今天 老爸老妈 你们表现非常的棒 这是应该的 应该的 应该 应该的 为了你们的幸福 我每年我最喜欢回家的时候 陪着他们一块吃饭 陪着他们一块去喝茶 逛街 聊天 在今后我希望多一个你 我只想做你的太阳 你的太阳 在你的心里呀 在你的心底呀 不管是多远的 你还得带着他妈呢 大孩子 对啊 对啊 阿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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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定要带着阿姨和叔叔 带你们去成都 吃最好吃的小吃 去成都感受最慢的生活 好 现在我可以问了吗 郭琳老师 可以啊 那那个牌子上写的是几号啊 他选的吧 有 谢谢你 郭彦 你说他心里有谱没谱 今天我看到 当叔叔的看那个微信啊 他会跟我一同流下眼泪的时候 就感觉我们是 是可以相处留下 是因为爱 我才 好的 我们自己加勒 谢谢 郭彦 你的真诚打动了我 正因为你的真诚 然后在这里呢 我有一个事情 我必须要坦诚地去跟你讲 我必须要坦诚地去跟你讲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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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 2011年的时候 因为有各种各样的原因 我有过一次婚姻的经历 这个经历对我造成了一个非常大的改变 以至于我对后面的人生 以至于我对后面的事业 包括对我后面的择偶 我都有一个非常大的改观 以至于为什么今天我33岁 我还没有结婚 我是非常地谨慎 我也希望我再结婚 那是一辈子的 所以我今天我必须坦诚地去跟你讲这个事情 赖宇能够很坦诚地当着所有人的面 把自己以往的经历告诉我们郭嫣 我觉得这种坦诚至少值得 我们给他一点掌声 好 祝你好运 这一段过去 我真的不想再过去提及 因为对我和我的父母 不想去回顾的一段经历 真的 只能说当时年少轻狂吧 也只能说 真的因为这一次经历让我 真正地成长了 觉得自己应该 找一个什么样的人 应该去过什么样的一种生活 所以说我觉得我不应该隐瞒你 我应该坦诚地去跟你讲这些事情 他有过一段失败的婚姻 你接不接受 我应该怎么办 我应该是说 你会不会太难 我应该是闪足 我应该是你 我应该是我们的 先不 Origin 詞曲 李宗盛 其實我知道 我也可以看得出 然後你對我的感情 賴宇 你很優秀 但是 我沒辦法接受 離過婚的人 無論是什麼原因 所以 對不起 不好意思 好 不管怎麼樣 謝謝你 火焰 我慢慢的停旋 落下的聲音 可以說本來這應該是 皆大歡喜的一幕 覺得最終這個時候 應該是牽手成功 大家慶祝 期待蘇格蘭古堡婚禮了 但是 我們現在真的要尊重 郭燕的選擇和決定 賴宇 對不起 今天 你沒能成功 而且你將 離開我們這個舞台 但是我們會用 祝福的掌聲 希望 祝福你 能夠找到自己真正的幸福 再見 我慢慢的停旋 落下的聲音 我慢慢的停旋 披著眼睛 換聲還不會停 你沒辦法靠近 再次也用掌聲 祝福郭燕和郭媽媽 好嗎 再見 郭燕 我慢慢的停旋 落下的聲音 反骨是一天 來看自己 來與跟我說了他的婚事 這是我完全不能接受的 因為我之前有被這種事情 就是傷害過 雖然這一次吧 沒有最終牽手成功 但是我依然覺得我尊重 女嘉賓的選擇 好了 接下來我們來的這位女嘉賓 聽說長得有點像關芝林 她像關芝林 我像羅志祥 我們俩很搭明星臉 你知道嗎 她像羅志祥 我像邵這樣 對吧 但是號稱叫大胃關芝林 大胃 就是特別能吃 那正好我們家都是那種大胃王 讓我們來掌聲請出 大胃關芝林 薛惠 希望啊 眼睛 我的天啊 這個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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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清純的那種感覺 這個合適啊 我覺得啊 這個合適啊 我覺得啊 我 我這個合適我 我還會喜歡這個 大家好 各位老師好 我叫薛惠 今年24歲 這哪裏大胃啊 這哪裏大胃啊 我覺得也好 也不胖 不胖 不胖 來自江蘇許中 你們後面的爸爸媽媽 愛你們喲 比心 好甜啊 好甜啊 李先生 我愛你 剛才薛惠說 你有點像關芝林 像嗎 謝謝 謝謝 好甜 好甜的 我就喜歡這種 公主感覺的女孩 我很喜歡這種 對自己特別自律的人 你剛才說 你又是個大胃 他怎麼把胃口也給練大了呢 就是因為我從小就很能吃 我經常一跑就十公里 十公里 所以現在就更能吃啊 我每天都是二十公里的 我一口就是十公里的 真的 完全沒問題 我平時還踢球呢 能吃到什麼程度 吃火鍋可以吃八九盤肉 泡麵可以吃四五包 一百多塊錢烤串 我的天 肉都好吃 難怪說是 關芝林 小紅娘們這一頓飯得吃 你們三四個人的量吧 五個人的量 太不好意思了 他吃不胖嗎 這身材 我來 跟我一樣 我猜真的我猜那個 這麼能吃的一個小關芝林 甜蜜之門背後的爸爸媽媽們 你們喜歡嗎 我猜是我媽 我覺得是我家 我猜是我媽 對我媽也喜歡 甜蜜之門幸福開啟 二號三 我掃趕緊的按 二 馬俏 一 二號 二號給咱秀一個 四 肯定是我 天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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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爸爸手腳夠力鎖的 我覺得啊 威力老師好 女嘉賓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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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她現在是雙眼APP 還做那個沉浸式餐廳 發揮很優秀 在上海 南京工作 有的時候也經常去北京 還要去北京 真的 那很好 真是 我真是 我從初中開始 在北京讀的書 梁委員是一個夢想 環遊世界的一個孩子 是啊 她已經走了297個城市 但是她就是沒有出過國 我也沒有 你也沒有啊 我也沒有 正好兩個人 沒出過國的人 一塊兒去出國吧 我 跟你走 我想要帶你去 浪漫的土耳其 我們甜蜜之門背後 還有四組家庭 想繼續前進的話 你們可以把你們的 愛情的小船 小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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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立老師好 好 姐姐漂亮嗎 壓力巨大 壓力巨大 全出來了 3號 鄭桂盛的家庭 這是我們今天 剛上來的一組新的嘉賓 嘉賓好 國立老師好 好 好 姐姐漂亮嗎 我們是來自於廣州 廣東潮上的傳統大家庭 我小蘇鄭蕙勝 今年二十六歲 是學過十年戲曲的 潮聚小生 哇 那感覺好帥啊 我們潮上結婚 男方會準備給女方四巾 而這些我們都已經準備好了 就差今天你跟第十回家啦 國立老師好 女嘉賓好 我是鄭蕙勝的媽媽 阿姨好 剛才聽到你是吃過粗貨 我馬上又咔了 她媽媽說 我聽說你是個粗貨 吃貨啊 粗貨 粗貨 對 粗貨 女嘉賓下巴尖尖的 然後孩子下巴很翹翹的 在我們那裡是很有福氣的 謝謝姐姐 潮善話怎麼說 阿姨很濟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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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氣 所以你們有福氣 好嘞 我們愛個兒再介紹一下 1號 劉松然家庭 國立老師好 家庭好 我們是來自成都的 曹友愛一家 我是曹媽 哇 你這個腿把我吸引得 我都有點語無倫次了 阿姨 你也長得很好看 謝謝 就是我的妹妹 你們 你們家顏值都好高 謝謝 那請問您兒子 是不是也跟你遺傳你呢 基因顏值這個東西 一定是有遺傳的 我不怕這小姑娘去選家長的顏值 我兒子他是國企的員工 身高1米8 27歲 吃貨 怎麼吃都不會胖的 小姨我也是吃貨 你看我的身材就知道了 我怎麼吃都吃不胖 以後我陪你吃好嗎 好的 4號 娶洪彭的家庭 我們來自東北 沈陽 我兒子 身高1米82 今年24歲 她從事的是某某咖啡的創始人 哇 剛才在後面呢 給我急的 一聽你說你像關芝林 我好喜歡 因為是我們這代人的偶像 真的好喜歡 真的 你看到你真的好漂亮啊 而且你說你長跑是嗎 愛鍛鍊 我的兒子那特別愛長跑 天天讓我們去跑步 你看到你的肚子 你見著肉 你現在是見美的 你媽是真的好可愛 而且你說你特別愛吃 你看你孫水我們家了 真的嗎 你看看你家阿姨多富胎 我能吃啊 我能一口氣 我能喝二群花生鹿啊 5號家庭 賈恒陽 賈恒陽今年23歲 身高1米83 目前在一家工程單位工作 我們是一個豪放的西北家庭 你是西北啊 對 我是仙人 普通話說得不標準 還是用設計話說吧 來嘛 我給他當反應 西北人的性格是 大口吃肉大味喝酒 那很好爽啊 對 我喜歡 他喜歡我 不是一腳人不進一腳門 可以說我兒子可以說 也喜歡吃肉 我就只吃肉的那種 對 我也是只吃肉的那種 國立老師好 女嘉賓好 我是賈恒陽的表姐 我姐姐還是單身哦 你不要勾搭我們 我們喜歡這個女嘉賓 然後我弟弟長得非常肖戰 她非常帥 她非常帥 那感覺好帥啊 我希望她找一個大眼睛長頭髮 愛愛音樂的女朋友 我五音不全 你五音不全 嗯 沒有關係以後有我啊 我喜歡唱歌好聽的男生 閃西人唱歌也不一定要五音全 閃西人唱歌也不一定要五音全 閃西人要那個是個 要那個氣勢 對 要那個氣勢 那家住在花圖高潑 高潑 高潑 今天呢 閃西人是那個氣勢 喂 喂 國立老師 喂 我就是二號家庭兩委員 我跟我媽說一下 好 你接電話 喂 喂 她喜歡唱歌 我可以現場為她原創唱一首歌 她可以現場原創 給你原創歌曲 媽呀 真的嗎 來 話筒給她們打開 讓她唱幾句 我聽聽我還就不相信了 我還 來 國韵娘家 我覺得她聲音很好聽 這聲音很好聽 我妹妹喜歡 還是稍微有點緊張 我給女嘉賓唱 太激動了 悠著點 我看看看看你的眼睛 我聽聽聽聽你的聲音 就在心想起我們心臉心 你也看看我眼睛 你也正在能聽到我聲音 你要跟我一起去旅行 走遍世界各地 以你為重新 永遠都以你為重新 好緊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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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唱好 不好意思 女嘉賓你要喜歡 喜歡聽我天天給你唱 好不好且不說 但是她整個的這個詞 是歸韵的 是壓了韵的 這個很難的你知道嗎 我覺得她聲音很好聽 真的啊 那撩叨你就行 1號 阿姨把實裝店給你吧 你開實體店 開什麼網店啊 小姨也是做實裝的 我也服裝公司 我們是服裝公司的 不用開網店了 對啊 我媽跟我小姨的衣品都很好 我覺得 你想想這一說完了 就已經有把兔子交給你的了 太不好意思了 你好 女嘉賓 你就是我兒子那個喜歡的類型 你長得好漂亮 小鳥一人正是我喜歡的那種感覺 那你兒子長得帥嗎 超級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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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長得像吳彥祖 吳彥祖 我的天啊 來 給大家展示一下吳彥祖 有一個長得像羅志祥的 這兒有一個長得像羅志祥的 這兒有一個長得像關芝林的 那個長得像吳彥祖的 我們哪是給普通人來相親的 我們是給一幫明星相親的 就是帥啊 我就喜歡長得帥了 專一 專一 他的顏值比較專一的喜歡 就是那種看一部偶像劇 換一個老公的那種 就特別喜歡 吳彥凡 楊楊 肖戰 王一博 他們我就覺得好帥 小鳳梁 沒問題了 沒問題了就完了好吧 李嘉賓 你好 你好 我非常喜歡你 我覺得你很漂亮 然後我弟弟他如假包畫 楊楊加肖戰 我覺得我才知道你對我多重要 沒有人能感覺到 那感覺好帥啊 然後希望就是你多多關注我們 多多考慮他 我的兒子像那個韓國的小夥子 長得 真的他們是明星 我們也像明星了 你看看就知道了 像誰 其實像好幾個人 反正是小鮮肉 你媽說你像好幾個小鮮肉 這媽給逼急了 像好幾個小鮮肉 報生問了北京黃軒 像郭麒麟 他真有點像 你看 對他真的有點像郭麒麟 我覺得 德日社都是我家的 郭麒麟長得還是挺帥的 比郭德剛好看多了 我還覺得有點 跟郭麟老師有點像 那不是慘了 不慘 慘 跟我要有點像 可不在他這個 可不在這個孩子的眼裡頭 不 我也喜歡您呢 是嗎 你們喜歡都是小鮮肉 沒有 我也喜歡您 因為現在就是一個 有人很多人喜歡看顏值 但是我是認為 我覺得看一個人 還是看得更全面一些好 三關比五關重要 我覺得 對 郭麟老師這點說得挺對的 我覺得 對 愛情和麵包 他會選擇愛情 你真的覺得 沒有麵包的愛情 可以長久嗎 我爸爸曾經說過 如果一個男生 願意為你放棄生命 那一定要嫁給他 我覺得這好像 五關物質吧 說得好 然後如果他什麼都沒有的話 我可以和他一起奮鬥 這個戰鬥棒覺得蠻不錯的 現在愛情的小船 應該再次起行了 如果四位 你們想繼續再往前來的話 你們現在可以讓小船 往前開了 推 推 推 3 2 1 我緊張了 我緊張了 都來了 我想也是這樣一個結果 接下來就有請程磊老師 帶著我們女嘉賓的親友團上場 好 表姐 這也是個表姐 也好有範 對啊 英姿煞爽的感覺 姐姐跟我說 妹妹最喜歡的那種型男孩子 高大一點 高 高大我 高大嗎 高大還是有的 這個身高就是我的致命點了 我說那最重要的是什麼呢 長得好看就行了 那又是我了 沒有得說好嗎 我覺得我也不差 我也不差 到了五進三的關鍵時候了 有兩組家庭的小船 要被薛惠給退回去 你有什麼建議給他 媽呀 我好緊張 好緊張 我不信爸媽被退啊我不信 好 你現在來選擇兩個船退回去 那個 有一點危機感 3號 不好意思 沒事 把彥祖退了 把彥祖退了 4號爸媽對不起 哎呀 羅志祥不是他喜歡的 你們兩家的小船 你們兩家的小船 要退回到你們的原位了 目前我給你們一定會後悔的 你們的孩子如果喜歡女嘉賓 仍然還有搶親的機會 對 接下來每一個家庭還有四個私密的情報 可以供你選擇一個來進入更深刻的了解 看5號 看5號賈恒陽的家庭 人群中最亮的仔 人群中最亮的仔 我喜歡你的眼睛 你的睫毛 你的側眼 哎呀哇天哪 看看哪一個最亮 有個最亮的我看還有點像肖詹 那個嗎 哪一個啊 我猜一下 我猜一下 那個嘛 是不是帅得非常閒眼 一會兒一見你跟整人出現一樣 我跟妳說 這都真的 跟整人出現一樣 哎呀看吧你自信一點 他今晚能定了 就定了 姐姐說定了 我們現在還有一些小紅娘 小紅娘也可以給她提供一些幫助 我覺得 我們 小紅娘 小紅娘 五號 五號 其實現在那些小紅娘 就是最想看到這個羊羊 你們每一個人不都有一個那個紅線嗎 來吧 小紅娘們開始投票 選五 二號 二號 對 沒問題了 沒問題了 就廣了好了 當然 這個也只是他們的一個建議而已 我覺得你估計有戲 我跟你講 謝謝 謝謝 接下來應該是你最關心的環節 處在心動位置的三位男生 即將站到玻璃窗後 讓你看到他們身材的剪影 好 來 三位男生 好 看到了吧 嗯 你還可以繼續看 你可以看他們的局部 腿吧 腿 來 三個人都看腿 來 三個人來 你的首歌 來 我們猜看他們 做贏賓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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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賓業 好吧 现在你在我这手机上 选出你心仪的这个人的号码 1号 2号和5号 你选一个 选我啊 当然选我了 我们暂时不公布 现在我们要给你一个 比较难的一个选择了 在三个里面 我们只能留两组 你要退下去一组 来 你的选择是 大家帮他倒数三秒 别退我啊 2 1 阿姨 对不起 1号 阿姨 再见 谢谢 现在我们有请两位男嘉宾 到我们大屏幕后边等待 薛惠 你只能选择其中的一位 与他相见 你可以在听到他的表白之后 再做出你最后的选择 你选择先听谁的表白 我真的紧张了 我真的紧张了 你的选择是 5号 我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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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做一个 一些 我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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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情里最靓的仔 对 看哪儿是不是名不其实 我很紧张 回来不知道说些什么 从见到你那一刻开始 我的心就为你而动 你愿意做我的小公主 只吃糖不吃苦吗 那我给你五秒钟的考虑时间 让我们的小红娘们 一起来倒数吧 五 四 三 二 一 来 做出你的选择吧 来 做出你的选择吧 嗯 嗯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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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感受到我的心跳了吗 傷口还没愈合 你就这样闯进我的手 这是为你心动的感觉 这是为你心动的感觉 那你愿意跟我走吗 你愿意跟我走吗 你愿意跟我走吗 是你让我想的女艺 为你写一首情歌 用最浪漫的符合 你也轻轻的附和 眼神鉴定着我们的选择 是你让我的世界 最浪漫的变成灯黄色 是你让我 为什么从此都只要你背影 还要清醒来雕刻 我是米开朗基罗 用心刻画最幸福的风格 愿意 希望要在你身边 我将剩掉四年时间 只有来卷年 公布他刚才选的号码 他选的就是5号 从我看到女嘉宾的第一眼起 我就知道他是我喜欢的人 然后我选了心动男生是他 然后看到他出来 我觉得我没有选 中国新乡亲 有爸妈更放心